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将跟大家分享村庄居民们发生的小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故事 欢迎订阅我们的Podcast节目 Polka村长的故事时间 以及YouTube频道Polka Polka故事村 也请替我们分享节目给身旁的家人与朋友 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哦 哈喽大家好久不见 村长已经好久没有坐在自己的麦克风前面录音了 录音的过程中呢 其实有点担心小宝宝会不小心醒来 然后哇哇大哭之类的 好啦那就让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 那今天的节目呢 是大家都很期待的村长信箱 所谓的村长信箱 就是会念Polka Polka村的村民 预计各位寄来的信件 或者是大家在各大Podcast平台 例如像是Apple Podcast Mixerbox First Story上面的留言或评论 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村长信箱 村长和村民都会很开心哦 在开始之前呢 请先让我们欢迎林振军成为我们新的村民 而至于要怎么成为Polka Polka村的村民呢 欢迎大家可以参考本集简介中的连结哦 那在这里也说明一下 接下来念留言的顺序 那通常呢 我念的顺序 第一个会是念 来自Polka Polka故事村的村民们来的信件 接着是 Donate给村庄的朋友的留言 然后是在Apple Podcast 以及Mixerbox上面的五星评论 再来是私讯到村庄的Facebook 以及Instagram账号的讯息 最后的呢 则是在各大Podcast平台的留言 如果你希望的信件 能够赶快被念到的话 可以参考刚刚提供给大家的这个顺序啦 好啦 话不多说 让我们赶快来听听今天的信件吧 今天的第一封信 是来自Polka Polka村森林区 蚂蚁家族的蚂蚁妹妹 一起来听听看她写了什么吧 亲爱的村长 我是蚂蚁妹妹 我最喜欢做的事情 是和家人们一起去露营 但是因为冬天到了 爸爸妈妈说 外面太冷了 不让我们出门 所以我都只能待在家里面 但因为每天都在家里 实在是太无聊了 所以我每天都会跟我姐姐吵架 而这个时候 爸爸妈妈又会很生气 我们又会被骂 唉 冬天怎么不赶快结束呢 我好期待 可以再去露营哦 村长 你也喜欢露营吗 谢谢蚂蚁妹妹的来信 村长 你很喜欢露营哦 而且村长现在很了解你的心情 因为我也好想好想出去玩哦 可是因为冬天的关系 村长又要照顾刚出生的小baby 不太能出门 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是 想办法在家里找一些有趣的事情 像是唱歌看书 或是你可以列一张清单 想想等天气变好的时候呢 可以去哪些地方露营 让我们一起想办法度过这段时光吧 啊 如果你的家里够大的话 或许也可以在家里架一个小帐篷 假装你正在露营 但是要先询问爸爸妈妈的意见哦 好啦 那接下来呢 村长要来念念 村外的朋友们的评论私讯和留言了 首先是在Apple Podcast 以及Mixer Box上面的五星评论 第一个留言是来自Kira的留言 她说 女儿每天晚上都要要手机来听 哇 谢谢你们每天晚上都愿意听 Polka成长的故事时间 第二则 则是来自Nathan郭 她说 你好Polka成长 我很喜欢你说的故事 谢谢你 那第三则 则是来自钟玉 她说 我爱村长 我要给你五限颗星 第四则 则是来自 妮妮和荣荣 但这个留言好像是 她们的妈妈的留言 妮妮和荣荣的妈妈说 妈妈我超喜欢 村长的故事内容和声音 让我有身丽其境的感受 会误以为自己是Polka成的一员 每次荣荣睡前听 听着听着都会很快入睡 谢谢妮妮荣荣妈妈的喜欢 那其实村长觉得 当你们在听Polka成长的故事时间的时候呢 你们都是Polka Polka成的一员哦 好 谢谢以上几位朋友 在Apple Podcast 还有Mixer Box上面的五星评论 那接着 村长来念念 私讯给村长的讯息 第一则呢 是来自 安家珍 安家珍呢 不是一个人哦 是三位小朋友的名字 那三位小朋友 分别留言给村长 那第一位是来自 安娜留言 安说 圣诞节的时候 圣诞老公公 有送我小合同绘本三册哦 另外 请问村长 超大型动物国的所有东西 是不是都超大的呢 哇 恭喜安安在圣诞节的时候 得到小合同成长系列绘本 那至于 超大型动物国的东西 是不是都超大的呢 没错 超大型动物国的东西 都超大的 你看看小合同 他只是想要刷牙而已 就得爬那么高的梯子 像是小合同那样的 小型动物在那里生活 真的很辛苦 好啦 那第二则留言 是来自 珍珍的留言 珍珍说 村长 我有看到小村民的照片 小村民很可爱 另外想请问村长 请问你有姐姐吗 珍珍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村长有姐姐哦 而且你们猜猜看 我有几个姐姐呢 我有三个姐姐 是不是很多呢 我和我的姐姐们 感情很好 那至于我跟他们的故事呢 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啦 再来是来自 珈珈的留言 珈珈说 妈妈有让我们看 小村民的照片 村长 你的故事很好听 谢谢你说 这么好的故事 给我们听 也谢谢珈珈 那么喜欢我们的故事 PokaPoka村的村民们 都很开心哦 再来下一则 私讯 是来自 Karen 成的私讯 Karen 成说 谢谢Poka村长 让我家的小朋友 一出生 就能听到 好听的故事 Karen 成呢 跟村长一样 都是最近生小宝宝哦 谢谢您在小宝宝 一出生的时候 就让Poka村长的故事时间 陪伴着你们 那接下来是来自 恩恩浩浩的私讯 恩恩浩浩想对村长说 我好喜欢你的故事 和声音 我们每天 都在期待着更新 好想知道 PokaPoka村 发生了什么 有趣的故事呢 说真的 如果可以的话 村长好希望自己 可以每天都说故事 给大家听 可惜村长最近 实在是太忙了 所以我只能在 每个周日 更新 Poka村长的故事时间 好啦 谢谢以上 三位朋友的私讯 那接下来呢 则是要来念念 大家在各大 Podcast平台的留言 首先呢 这一则留言 它没有署名 只有编号 但村长还是很想念 那它的编号是 Mixer129130127 它说 小朋友还没出生 就一直听 你们家的故事 一直到出生后 听到这个故事 马上入睡 超棒的 村长没有想过 自己的声音呢 对新生儿 也有疗愈的作用 因为其实 不只有这位朋友 也有其他位朋友 都有提到说 他们播给宝宝听 Poka村长的故事时间 宝宝一听到 就睡着了 哇 那村长之后 也要试试看 播给我们家的宝宝听 好 那下一则留言 是来自 陈小玲的留言 小玲应该是一位 幼稚园的老师吧 小玲说 幼儿园的宝贝们 睡着都会听 听着听着 就睡着了 听到不管是 幼儿园的老师 或是爸爸妈妈们 这样说 村长真的是 打从心底 为你们感到开心 那下一则呢 是针对 呃 第四十集的 小合同日记 许愿日的留言 来自Sandy Lee的留言 Sandy Lee说 很棒哦 小朋友听了之后 小朋友听了之后 也很想许愿 很可爱 哇 那或许啊 Sandy Lee 你可以去找一棵树 让小朋友们呢 能够把愿望 写在纸上 然后挂在树上 说不定 真的有用哦 接下来这则留言 是来自于海王的留言 海王说 很有趣的故事 很适合小孩聆听 谢谢海王 还有你的小朋友们 收听Poka专讲的故事时间 那再来是来自Luna的留言 那五岁的Luna呢 最喜欢听的故事是 果园中的神秘蛋 听到都能念给妈妈听了 Luna说 我爱PokaPoka姐姐 故事很有魔力哦 如果Luna喜欢 果园中的神秘蛋这一集的话 那也可以听听 《存长信箱》第二回 因为《存长信箱》第二回里面 有来自果园中 珊珊的留言哦 那接下来是来自 宇儿的留言 宇儿说 Poka成长 2022年快乐 加油 对耶 不知不觉 已经2022年了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度过 2021年的最后一天 以及2022年的第一天呢 再来是 1001的留言 1001说 故事内容很生动 有生力其境的感觉 再来是 爱妈子 爱妈子说 生动 语气 一扬顿措 刚好 不吵也不闹 适合睡前听 谢谢爱妈子的留言 再次推荐大家可以睡前听 Poka成长的故事时间哦 那再来是 罗宇婷的留言 她说 孩子们非常喜欢 开场的音乐 说真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 开场的音乐 我曾经有想过几次 就想说 毕竟节目也做了一年了 是不是应该换个 开场歌曲呢 可是就一直找不到 更喜欢的音乐 所以就一直沿用下去了 好 青蛙说 内容很有想象的空间 很适合孩子听 谢谢青蛙 然后再来是 羊骨的留言 羊骨说 我是羊骨 我是第一个看到 超大型动物国一的人 我很喜欢哦 小河童到大型动物国 到底有没有呕吐呢 羊骨会这么说 是因为小河童呢 当时在波奇伯伯的帽子上面 晕帽了 就是有点像是晕鸡 这样子 那到底有没有呕吐呢 大家觉得呢 好 再来是来自 房心仪的留言 房心仪说 希望很多家长 也跟我一样 越来越支持你 谢谢心仪 非常欢迎大家 能够把 波卡成长的故事时间 推荐给身旁的 爸爸妈妈 还有小朋友们 让更多人 认识我们的频道哦 那最后一个留言 是来自 林米娅的留言 林米娅说 听完大型动物国故事之后 立刻加入村民的行列 第一集就好好听哦 女儿国小一年级 也好喜欢村长的声音 以备圈粉 谢谢米娅的留言 那第一集的故事呢 是 莉莉与小蝸牛 那这也是村长 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与其是在说 与宠物之间的感情 其实我更想表达的是 亲子之间的关系 所以非常欢迎 大朋友与小朋友 一起收听 第一集的 莉莉与小蝸牛 这个故事 好了 感谢以上这些 在各大Podcast 或是社群平台 留下评论 私讯 或是留言 给村长的朋友们 而第五回的 村长信箱 就在这里 告一段落了 如果还没为 剖卡村长的故事时间 留下五星评论 请赶快动动你的手指头 给我们一些鼓励吧 那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剖卡村长的故事时间 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